百年商機在進化 醫療服務在創新 我是HTC TIPQ 資深處長 鄭志偉 今天很高興我們大家都起個大早 就一路從高鐵 還有碰到很多現場媒體朋友 就來彰化 來參加這個非常重要活動 這是全台灣第一個發表的 這樣子的一個多元區的對話機器人 那也是我剛才有提到 但後面會介紹就是 也是第一個採用區塊鏈技術 去保護個人的隱私資料等等 這些技術的對話機器人 那我想很快的 就是後面會給大家介紹這些細節 那也希望大家很快拿起手上的手機 來加入我們的藍醫師的照顧的行列之中 前面我們怎麼樣用這個區塊鏈 去做這個保護是非常重要 因為區塊鏈大家知道說 它都已經用在金融上 你可以想想看 每天有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大幅的金錢 都是用區塊鏈的這個方式來做 這個保護然後做交換 所以我們也想到說 怎麼樣可以用這樣的技術來做 可是這個區塊鏈它的特性 在大家理解的方式 反而是一個分散式公開性的一個方式 可是我們醫療資料是不能這樣做的 所以HDCD的反對特別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特性去修改 它們的區塊鏈的用法 所以我們把它做到多層次的方式 那把重要資料呢 仍然是留在醫院內 在醫院間的資料交換 那把這個要對外交換這個 把鑰匙交給有權利 這個合法的使用者 去做這個資料交換 所以說它今天需要選取這個資料 要是透過外層的這個區塊鏈 去把它存取 所以所有記錄是安可定 沒說會大根牆 所以不會有一些非常存取的 那就是我們怎麼用區塊鏈 弄在新的這個資料上面 那我們今天主要覺得特別啊 這個造化室家院 在我們中屋地方 負責了這個我們造化室128萬人口 還有雲林縣的這個72萬人口 還有這個南口啊 50萬人口 加起來有超過250萬人口啊 這是我們服務的範圍 那這些地方啊 比較偏遠 那這個 這個 消費的水準也比較 貴那麼高 那它小朋友也到外面 那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啊 發展這個機會 你可以顯示是AI啊 這個人工智慧啊 加上我們今天這個啊 藍醫師的這個 對話機械的導案 對他們講說 更有幫助的 科技業啊 各地業啊 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那靠他們啊 就把它推進的game 那這個紅鍋馬是消失了 那最大的多一點是誰 最大的多一點就是我們的病人 我們的病人家屬 還有我們整個醫院的工作的人員 那再來我們希望也能夠讓他 齁 到個全台灣 跟全世界 都往這個區域來走 因為一件這個很好的事啊 你知道缺乏那個核心 沒有愛心啊 就會來 就會照理 那這個醫院 我想一百二十多年來 我們始終 建築這個 這個原則 那我想我們今天這個 來臨水AI機器人的 這個對話機器人啊 我想一定能夠是最 最 讓這個病人最最好用的 那對他們今天 幫忙最大的 因為這個醫院啊 始終最大的科技 你知道嗎 就要不可以要的酷 不可以要的屁 幫助貧窮的人 幫助需要 幫助的人 欸醫生 幫你診斷出了這個病情 然後呢 你想進一步的 好瞭解 你的狀況 或者是用藥 可是呢 你要自己很辛苦的上訪 可能要去講資料 這個也麻煩 那這些問題啊 不是只有 我們張機的專業 就是說 不是只有到張機 就診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你到哪一個醫院 是不一樣對吧 可是呢 我們張機呢 就會 花 人力 時間 還有經費 我們就 投入到這個問題 想辦法要 做一個解決 因為我今天跟他也 在這邊在看診 所以 很多訊息 可以從這邊點到 方便很多 沒有時間 的朋友 可以 所以方便很多 賤品就是 我很喜歡 商機真的很棒 尤其是宴廠 要拜託 要拜託 今天呢 好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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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愛的藍衣心 來 百年商機再進化 醫療服務再創新 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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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